台湾人爱吃锅 各种口味汤底百家争鸣 哪一种热量最高 不少人的直觉是麻辣锅 但其实还有更肥的 牛奶 因为我觉得它可能加一些奶粉 可是奶制品就感觉 热量会比较高一点 香醇的起司牛奶锅 添加大量奶油 竟然要1650大卡 比麻辣锅还要多200大卡 堪称增肥冠军 我会点比较偏中度咸味 然后偏清淡一点 如果想要维持身材 清淡的昆布汤是首选 只要30大卡 再来海鲜锅 药膳锅 臭臭锅 酸菜白肉锅 热量也相对比较低 至于主食吃什么 牛五花的热量最高 8到10片约160克 就有518大卡 建议大家可以选择 鸡肉料理可以降低热量的摄取 另外淀粉摄取也有诀窍 相对份量之下 冬粉或乌龙面热量 只有白饭的一半 最后千万别沾这个酱料 会让减肥计划破功 沙茶酱的热量 一小碟竟然有219大卡 冬天吃锅无可厚非 但吃对方是 从汤底主食下手 就能减少热量摄取 以免暖在心里胖在身上 记者卢俊杰的元杰 台中报道